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節 亦是二十四節氣之中的雨水 今早上天氣就認真多雨水 在雷達影像見到今早有一道雨帶 由西南向東北橫過香港 為我們帶來一場大雷雨 而香港天文台亦在今早上 曾經發出過今年第一次的黃色暴雨警告 在這場大雷雨衛港島區南亞島長洲一帶帶來超過五十毫米雨量 而在尖沙咀天文台我們都錄到三十毫米雨量左右 但是壞的天氣過去好的天氣就來了 今天下午其實很多地區都有陽光 今天早上最高的氣溫都上升到二十三至二十七度不等 看看大日範圍的衛星運動 香港在這裏見到今早早影響我們的雨帶已經離開我們 但是在香港西南邊依然有些趙雨的發展 最新的雷達影像在我們西南邊見到 有些雨帶是發展當中和飄近近來的 所以我們預計今晚有機會依然是有些趙雨的 至於未來兩三天的天氣會是怎樣呢? 看看最新的預報圖就知道了 記得到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香港附近將會吹一些南至東南風 將海上比較潮濕的空氣帶來 故此我們未來的一兩天早晚是懸岸有霧的 但到星期五我們預計東北國有風將會到來 到時天氣就會亮一點 至於詳細的天氣會是這樣 大致多雲 有一兩陣趙雨 早晚懸岸有霧 明天日間是暴雲時間有陽光 氣溫介乎21至25度 風會吹旺換的南至東南風 至於展望方面 記得到星期四依然是比較溫暖 早晚懸岸有霧 在周末期間 記得到溫度將會稍微下降 以及隨著東北國有風到來 將會有幾陣雨 今晚是元宵佳節 如果天氣不是那麼差 不如和身邊的人去採燈會 以及猜一下燈迷 今晚天氣講到這裏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